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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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興見到這麼多李宜先生的獨有來到這裡 看慣李宜先生的文章就應該都不會陌生獨有這個字 獨有就是李宜先生對於獨者的一種態度 他教我一直都在說其實對於獨者是視為一種朋友的態度 他一直都是這樣說 我看到今天這裡的獨者的年齡層是很闊的 很少見到一個作者他的獨者的年齡層是可以闊到這樣 剛剛我和李宜先生來了書展那一陣子 去到一百毛的出版社出面 就見到林逸熙 林逸熙就說見到李宜先生 就找他握手拍照 他就說 李宜先生我一直都有看你的文章 你的文章是十分年輕的 李宜先生他都說 喂 林逸熙我也有看你的一百毛 我也有看毛記電視 我覺得 我從認識李宜先生到現在 看他的文章 我也覺得為什麼他可以一直都保持這麼年輕 我現在回來這裡 我也要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今次這個講座的主持 李宜先生邀請口才 一般的主持今次的講座 我就是學院的前副總編輯 我在大概兩年前 就在網絡上認識李宜先生 我不是在學院的時代認識他 那時候我寫了一篇評論 是評擊民主黨的 就投過去蘋果日報的網上論壇 結果那篇文就被刪走了 大部分批評民主黨的字眼 之後刊登出來 那時候我當然很生氣 但是那時候我不同 我現在是 即是有個面書專頁 即是一個專頁 可以給我發表一下意見 那時候我什麼都沒有 最後我就是透過一個面書 就是跟了李宜先生說這件事 就是為什麼主流媒體這麼霸道 可以胡亂殺人家的東西 其實那時候我純粹自己去表達一下意見 是沒有想著真的有回覆 誰知道很快就真的有回覆 李宜先生當時的回覆 我現在都記得十分之清楚 他那時候就說 雅明,你的文章寫得十分之好 我一直都有留意 即是雖然現在有些文章是被刪了 但是不要氣餒 即是我現在年事已高 即是李宜先生每一次都說自己年事已高 即是他說香港呢 未來是要靠你們 那時候我很激勵 也都很感動 因為我覺得一個前輩 他沒有以一個壓一個年輕人的態度去看我 而且他是很鼓勵我的 即是很支持 他整個對於年輕人的態度 他都在雨傘運動的時候都看得很清楚 全港社論都在批評年輕人都批評雨傘運動的時候 全港社論是只有他幫年輕人發聲 站在年輕人的角度去看 即使去到後來我入了港大學院 寫了一些比較有爭議的文章 其實他都沒有批評之餘 他其實是十分之讚賞 他就說 其實如果這個城市去到這個時刻 如果沒有學院這樣的聲音 其實是更加危險的 因為如果一個城市的年輕人都很保守的話 就為這個城市敲響了喪眾 他一直以來就是用這種 對於年輕人一種保護 一種支持的態度去看現在的政治 反映他人生的一些看法 無論他的文章是說政治評論或者小品文 我都覺得背後是反映出一種對於人的關懷 他寫政論是很特別的 因為有時候你看到有些人寫政論是很冷冰冰的 但你看李二先生他的政論背後是反映了 他一些人生的態度和人生的哲學 那他的小品文是 雖然有時候是書情 但背後也是說理 那我對於李二先生他的文章的看法就是 是理中有情 情中有理 以及情理兼備 回復回到今次書展的題目 李二行話人生哲學 其實都是說他對於人生哲學的看法 以及對於人的關懷的看法 那我現在先交給李二先生作一個短講 好 多謝阿明 聽到嗎 聽到嗎 可以嗎 好像一年一次 天地在三月的時候問我要不要一個講座 我說好像一年一次見一些讀友 大家聊聊天也挺好的 所以這個題目 閒話人生哲學 這個題目是太大的 所以我隨便給他一個題目 其實不是那麼重要 實際上我是很珍惜 每一年有一次機會 跟大家見面 跟大家聊天 還有希望大家能夠 有多少互動 能夠有什麼問題 大家可以交換一下意見 我自己是很珍惜這件事 雖然我 雖然我 剛才他也說 我經常說自己年紀大 事實上是真的很大 到一個程度 明年還可不可以來 我自己也不知道 到了這個程度 但是 別人說 老人多數是寂寞 但我又不是很怕寂寞 我習慣了獨處 習慣了自己一個人的生活 但是我認舊很珍惜 有機會跟大家一起 聊聊 因為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 對我是一個很愉快的經驗 可能對大家也是一個很愉快的經驗 希望是 這一次 我找的人 一個嘉賓主持人 我找的 為何要找越年輕 上一次找鄭熙輝 我都說他是熙輝 我是余輝 這一次差不多是 我相信相當是我孫子的年紀 但是我真的很欣賞 陳雅明的文章 我以為他是女生 雅明 我以為他是女生 最後 他約我去學院論壇 我第一次見他 但是我真的很喜歡他寫的東西 最主要就是很真 比如說最近寫的《六四》 他有一篇說 愛國和愛港 他最後用一個 而鄉人的故事 就是 別人問他 你是否可以信上帝 我也是不信上帝 他那一刻很忠於自己 他就說 如果你是愛國 你就說愛國 如果你是不愛國 你就說不愛國 你不要說你不愛國 你營究要說 什麼普世價值 要去紀念六四 不要這麼說 因為你根本就不是愛國 如果你說你是普世價值 就好像六四 就好像猶太人 猶太人說的那個大屠殺一樣 他說你是欺騙自己 你就是不愛國 如果你是愛港 就愛港 你是不愛國 就不愛國 你清清楚楚 就要做自己 這正正是 我經常希望香港的每個人 盡量做到的一件事 就是你忠於自己的事 忠於自己的認識 所以 今年和去年我自己寫的東西 差不多都是圍繞著 圍繞著這個中心 接下來就說一下 我今年有 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 會集合了幾本書出來 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 有一本就是 其實是去年 是今年年初出的 是雨傘運動之後 我將去年一年的社評 集起來 叫做 《最壞的時代》 《最好的時代》 我想那本書 不需要說 很多人都看過 我寫的社評 都知道 主要就是在這段時間 我覺得有很多東西 不是說 報紙社論 本來就是看了就過去了 但是我覺得很多東西不是過去的 有很多東西應該繼續流下來 繼續有人去思考 所以我就集合起來 其實我不想 起初我不認為可以 賣很多 但結果 居然也 算挺受歡迎 今年三月的時候 天地問我 要不要搞一個講座 我說搞一個講座 和大家見面 不過我說沒有什麼書 我說沒有書 沒有書也可以出來的 那時候 我自己就開始 把我去年一年的事情 除了政論之外 其實我也挺勤力的 寫了很多東西 我一直在整理 也想想 以前我寫過什麼 然後 把它集起來 看看有沒有一個 有什麼主要的線索 在這裏的時候 後來 天地 顏先生 把我以前 很多年前的文章 集合了一本書出來 那本書就是 這本 《你以限詩錄》 我說第一 我很不喜歡這個名字 我很不喜歡把自己的名字 放在書上 第二 我說我經常都不走 我怎麼走 基本上是很忙 雖然現在沒有工作 但是每天寫稿 都很忙 每天看很多東西都很忙 但是後來我覺得 他選的東西都可以 為什麼呢 其實大部分都是我閱讀的筆記 我自己看書的筆記 其中有很多東西都可以值得再 自己看回都覺得 都還可以寄下來 自己覺得可以寄下來 自己覺得可以寄下來 嗯 比如說 就 說美國總統 那 其實說到 說到 這裡就想起那個 最近就是 就是 梁振英被人問他 如果你的 你的能力又比不上 林鄭 又比不上 曾 曾 俊華又比不上 你是不是考慮 下一屆就不選 他真的不懂得回答 他 不知說什麼 前設 又不符合 基本法 又不符合 他那些說話 我都不明白 你明白他說什麼 我真的不懂 我真的不懂他說什麼 所以我突然想起 我說 如果這個問題 如果問到 如果美國總統 列根會怎麼回答 我突然想到這件事 我看回那本書 列根是頭腦二流 氣質一流的一個人 他經常說錯話 比如說 斬了樹 我們的空氣就會好一點 他經常說錯話 最經典的就是 說了他粗口 被人錄了音 然後 新聞人員解釋 他不是說 他說的 就是 It's sunny We are rich 他本來是說的 Sun of Beach 被人錄了音 他這樣解 大家都知道是開玩笑 都覺得他不對 但是很好笑 他這樣解釋 他這樣解釋 都解釋了 他是一個很 經常說錯話的人 但是有一點 就是 如果你這個問題問他 就真的考不到他 我想他的答法 應該是很簡單的 他們當然比我厲害 我選他們出來 我找他們出來 為什麼不比我厲害 當然要找一些比我厲害 就是有人出來 是不是 而且 還有 他們不等於可以做總統 這些問題 其實很容易回答 但他們回答不了 回答不了 就是一個說明的人 氣質很有問題 氣質問題在哪裡 就是他對自己的自信 是不行的 所以我看的那本書 是說美國總統的幾多門課 還是怎樣 他說美國戰後 那麼多總統當中 最成功是兩個 一個是艾森豪威爾 一個是雷根 最成功 其實兩個都不做事 兩個都是星期五的走人 去打高爾夫球 其中艾森豪威爾 有一段故事很有趣 他把內政交給他的幕僚長 阿當司 把外交交給杜勒斯 然後他自己什麼都不做 然後有一次 人家拿一個幕僚 找一個東西給他 阿當司 內政上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兩個裡面你選一個 你選到誰 你簽名 他的老人家兩個都簽了 他問他怎麼樣? 他全部叫尼克遜選 就是尼克遜選 一個就行了 沒有所謂 但你看他整個 後來的評價 他是做得最好 因為他雖然表面上 什麼都不做 其實他在幕後 就是掌握人士 掌握得很緊 握得很緊 所以他才會做 所以星期五 他就去打高爾夫球 他可以什麼都不做 列根也是 有些人都不做 平時看他什麼都不做 這個就是後來1956年的時候 蔣介石七十壽臣的時候 他鼓勵別人 用寫意見 用寫建言代替 送禮給他 結果胡適寫了一篇文 結果台灣鬧到很大的風波 因為他就寫了艾森浩這個故事 艾森浩還有一個故事 就是他當哥倫比亞大學校長的時候 按照規例 校長一定要見93個教育 即是…叫什麼 教育是嗎 就是…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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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他們的系主任 他就說 有沒有搞錯 他和我副校長說 九十幾個要我逐個見 他們說的話我不懂的 什麼物理化學我不懂的 他又不可以不認真說 我又不可以不認真聽 大家都浪費時間 你知不知道我在歐洲 戰場指揮一百萬軍隊的時候 我只見三個人 三個最高級的將領 其他那些我不用見 他說不用見了 他說不用見了 他說不行了 總之不用了 他就是不見了 所以這個就是… 胡適給蔣介石評語的建議 你要做一個無智無智 無智慧 而能夠預重智 加預重人的智慧 無能 而又能夠預重勢 一個這樣的總統 所以是這樣 這樣才對 所以後來美國對埃森奧威爾 以及對列根兩個不做事的總統 評價很高 對於據說 連白宮請吃飯的時候 座位都要他親自安排 那個卡特評價很低 他做頭髮得白 他連吃飯的座位 誰坐在這裡誰坐 都要他自己安排 所以這些事情 我講這個閒話 就是我講一些閒話 看一些書 講一些故事 我覺得也有些意思 現在再看也有些意思 回應現在的現實 然後就是 我把去年的事情想想 是否值得出一本書 又好像不太舊 除了政論之外 那些文章也不太舊 我又找回以前的一些文章 以前沒有出過的文章 總合來看 就是 後來我看了一本書 講到人生的 臨死的時候 五個最大的遺憾事 五個遺憾事 其實我想想 我自己也應該要考慮一下這個問題的時候 其中第一個遺憾事 最多人遺憾的事 就是他沒有在年輕的時候追求自己的夢想 我相信很多人到奴會的時候都會想這件事 如果當時我願意去追求夢想的話 我今天就不會是這樣 但當時有什麼原因我不會追求這個夢想呢? 有某種程度上 很大程度上 是因為恐懼 恐懼的原因 就不一定是恐懼有什麼暴力 有什麼人會 恐懼多數是 恐懼自己的前途 自己的利益 人際關係 這些恐懼 所以到最後 自己放棄了自己的夢想 有一個美國的年輕人 叫做 他在大學的時候曾經參加遊學團 不是普通,是贊助性的,是全球去的 去到每个地方,他都来过香港 多数是找一些小朋友 年轻人问他们 你最想望的是什么? 你最希望的东西是什么? 他有一次去到印度 找到一个九岁的乞丐 他问他 你最希望的东西是什么? 那个小朋友就说 一支圆笔 他就觉得 他马上在袋子拿出一支圆笔 当然不是一支圆笔很简单 一支圆笔就代表了一个识词 表示你可以书写 因为文字 语言和文字 是一个人的思想基础 如果没有语言的话 我们和动物没有分别 有语言才有逻辑 才有思考 所以他觉得他没有了读书的机会 所以他就立下一个志向 他就说自己以后 一定要在世界上 扮设很多免费的学校 给别人去读 这个志愿真的很大 这个真是很恐怖的志愿 所以他后来就在 好像在哈佛那里 不职业之后 就进入了银行做事 也很成功 做那些基金做得很成功 也赚了很多钱 职位又越来越高 他就没有放弃这个愿望 他就说 等我赚够钱 我就去做这件事 后来有个朋友跟他说 他说 等你赚够钱 你就不会做这件事 为什么呢? 当然了 你有结婚、有子女、有房泰 你怎么可能去做这些事 你不会的 你要做就现在做 他说 又没有人陌关系 又没有人际关系 又没有钱 什么都没有 我怎么做呢? 他说你现在做就对了 你以后做就不行了 他在25岁生日那一年 你还没到25岁 25岁生日那一年 就自己一个人 去银行树成立了一支 《原不的承诺》的基金 用了25元美金成立了 接着他就开始搞很多派对 搞很多活动 筹款 几年之内 搞了几十间 真的几十间 真的成功 在全世界 这个过程很复杂 他写了一本书 《一支缘不的承诺》 真真正正是 不要认为他不行 不要认为他不行 马拉拉18岁 拿奴彼尔Price 就是因为他十五六岁的时候 别人觉得不行 他就去做 马拉丁努德金 也是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就做 商业上 比如说 他大学还没读完 他去做 Facebook 《诸卡贝格》也是 不要认为不行 不行的东西 其实就是 年轻人就要相信他会得 很多东西 所以这就是我自己看到的其中一件事 如果年轻人 自己肯追求自己的梦想 很多事情都会做到 可能会做到自己的事 接着我再想 奥因斯坦说的 你把恐惧放在一边 请你竞听自己内心的腹下 我想想以后 整个人生的历程 原来这个勇气不单是你年轻的时候 又用去实现梦想 而是你走的每一步 原来也有一种声音在 经常有一种声音跟你在回应 这个声音就是说 你或者是因为 实际的原因 经济的原因 或者是因为人制的关系 不想得罪什么人 不想搞坏自己社会的关系 又或者是 当然最重要的是 如果有专制的权力去压迫的下方 那你便没有勇气去做 那时候 你有持 心里面有一种声音 那种声音叫你 是不是要坚持 自己的 以有的价值观 以及以有的认识 以及以有的认识 所以 在这种程度 我想回自己一生的过程当中 就觉得 如果没有遗憾的时候 就多数是坚持到 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 如果也有些遗憾的话 是因为那时候 没有听到自己的声音 或者是那时候被恐惧 就压倒了自己的声音 所以这个人生 所以后来我就想到 罗曼罗兰所说 人生其实就是一场 永无幼子 永无虚幸的战斗 所以他说人 反正要成为一个无愧于人 这个名称的人 都应该时时刻刻和这些东西作斗争 这个我就想起了 所以 所有的 关于所有的 我自己所写的 一年多里面 所写的文章 又或者我又找回 以前 我自己没有 写在书里面 我想起来 原来是有很多东西 如果有价值的 或者是成功的 或者是没有遗憾的 其实就是因为他那时候 听到自己的声音 如果说 失败的 或者自己有遗憾的 到最后 自己临死的时候 都觉得 没有活出自己的话 那就是因为 我们在每一个步骤里面 没有听到自己的声音 所以我用这个 变成我自己 把这本书 贯存了一本书的 一个主题 放在这本书里面 你可以看到 很多时候 有些人 是完全没有声音的 有些人完全没有声音的 因为他眼里面 还有他想的 只是明白 只是来 只有权 所以他完全没有声音 但是有些人 是有声音的 很多人 其实是有声音的 曼德拉 有一次被起诉的时候 有个检察官 突然间 要检控他 判国罪 突然间 走上去和法官说 我不做了 我不玩了 我走上去 检察官突然间 他觉得 我为什么要 对着这个人 我要控告他 我不应该控告他 我走上去 他那时候 突然间听到 自己心里面的声音 你不可以这么做 所以其实我们整个 整个人生 观察下来 就是 这么多事情 接着 我说一下 这一年 接着 下来 有人跟我提到 我写的文章 很多政治评论 今年二月的时候 今年二月的时候 我出了一本书 接着有 港台电视部 对我做了一个访问 声景主场 接着 婦人网出了一篇文章 我挺欣赏他 当然他称赞我 我当然高兴 但称赞我 也不是 他说到一件事 我觉得 都说中的 但其实我很多事情 在我的政治评论 评论 评的虽然是是 其实说的 都是说人 实际上 是平时当中 是说到人 人 对时的一种反应 所以 为什么会有情 有理 情就是人 理 是比较抽象的东西 所以说到情的时候 就是说到人 我自己看 有些朋友说 为什么你不把短文章 缺本书 我看见 雨伞运动 很多小雨伞 我想也好 为什么呢 原来 短文章 三百字左右 其实一分钟左右 就可以看完 那我 头头尾尾尤 其实我从零六零 都写过 有时候写 有时候停 加上也有成千篇 那么多 我自己 选了一下 就觉得 这也是跟人有些关系 比如说我 比如说我最近写 胡国雄 那些人说他 他不打麻波 别人瞄他 被他踢在地上 他起床 拍一些陈 看也不看他一眼 就继续 继续带波上去 要攻门 就是他的目标 只有一个 就是球门 所以我从这里想到 人生其实也是一样 好像平时 很多人都会攻击你 骂你 你其实是不重要的 你自己的目标就是一个 如果你忙于跟他在 咱咬 和他变武 那你很容易就把目标 错过了 不断地 比如说报纸 又写了律师信 又诸如此类 其实很无谓 当然 真真正正说到 和道理有关的事情 是要清清楚楚地说清楚 但是说清楚之后就可以了 你的目标还是一个 就像胡国雄 大波去攻门一样 所以我通常 在写一个短文章里 就是在里面 带入了一些 人生的一些 一个道理 还有我自己在里面也看到很多 我也引用很多故事 有很多笑话 我都会常常引用 我觉得也可以 把它保留下来 让别人去阅读一下 比如说有个故事 苏联时代有个人问他 有个人打电话在电台 电台问他 社会主义到底是科学还是艺术 他说是科学还是艺术 其实我也不知道 不过 应该不是科学 如果是科学 他应该用狗来做实验 对吧? 哈哈 这些笑话 你将它回馈到社会 政治 人生里面 应该有很多 很多事情可以给你上 很多发挥的空间 所以在这一年里 我特别在这几个月里 就篇了这本书 其实我自己在这里 也是在这里卖高药 将几本书如何产生 就讲一次 更多的事情 我想就等大家提出一些问题 我再来慢慢跟大家分享 还有一件事 我希望各位都能够明白 就是 我今天找到陈雅明 来做我的嘉宾主持 我希望他不只是主持 他也可以 大家都有什么问题 可以问他 大家都知道 今年学院就发生了一件事 是吧? 发生一件事 就是被人说他是港独 当然港独那一期 不是他编的 不是他做总编 但是说这件事 刚刚他形成在庄 他形成在学院的在庄 所以他也承受了这类的压力 这种攻击 以及他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如果你们 讲到社会 讲到人生 讲到其他什么问题的时候 不妨也 大家可以提出一些问题 和他交流一下 好 我讲到这里 多谢 谢谢 有了 有人来 各位先生 随便会谈谈谈谈 我不是說的,我不是說的,我不是說馬拉拉 馬拉拉就是李先生說他十八歲拿諾貝爾獎 我前幾天看報紙他剛剛十八歲 所以他十八歲前拿諾貝爾獎 如果報紙說是真的 你剛才說我們人生到死的時候,或者年長的時候有多少遺憾 我們可以是無限遺憾,我們人生之中做了這麼多個決定 所有決定都可以不是最好的決定 於是所有決定都是遺憾,所以是無限遺憾 但在另一個角度看,或者我們可以這麼看 我們所做的決定,每一個決定 在當時來講,我們已經是做我們最好的決定 當然我們的知識是不夠,原來這樣會好些 但我們是事後才知道,事前是不知的 所以在那個角度看,我們人生是可以無限的 因為我們做所有的事情,原則上我們是做最有利自己 最好的決定,是當時做的決定 是可以做到的最好的決定 所以人生在那個角度看,就是無限的 我覺得 不知你的意思是怎樣 或者另外港大那裡,或者我也講 昨天就聽了一個朋友說,何正瑩 她說為什麼不在香港讀大學呢,要去美國讀呢 就是她發覺香港那些大學生,很大部分 或者不知多少,就是上學放學之後呢 去補習,去賺錢 我就試過有一個同學呢,本來高華年級的 那我讀大學的時候呢,大二的時候才見到她進來 因為她已經是讀了教育學院 那她讀的時候呢,上午是上學 全職教師,下午呢,就是全職學生 但是我覺得是人生是不是 就是讀做大學生的時候,是不是應該這樣呢 那所以是不是應該去外國讀,就不是在香港讀 那我有兩個侄女就在國大讀過 兩個都有幫人補習的 那現在有一個還在讀著 她也還有去賺每天不知多少錢 晚上呢,就去一間印度餐廳做第二餐 那也還有幫人補習 那她的時間呢,就是 就是認識上學的時候不是很多的 所以她被迫現在去住宿舍 因為她是讀醫學院的 護理的 那謝謝 就是看看你們學生 是不是真的很普遍是 就是其實不是讀書是做事的 那我回答一下 那我覺得 就是說 你說回到時間那裡 其實 不是 我自己又覺得是 沒什麼問題 反而是好事 因為很多人 她自己要交學費 她家境不好 可能又不是中省階級 甚至是夾心階層 那她需要去 我看到很多的同學 其實她都 為了學費 不想家人 在她成年之後 再幫她給學費 去養她 她都是很努力自己去賺錢 那在這件事裡面 我自己都覺得是 反而是很欣賞 反而沒有批評這件事 反而你說如果去到一個人去到 20歲了 可能她不做兼職 可能只是讀書的 反而要家人養 我是覺得更加大的問題 因為大學不是一個地方 只是被人讀書 她都要學習去思考 學習去怎樣做一個成人 成人就是要上班 要學會怎樣養活自己 所以我覺得在大學的時候上班 是賺錢養育自己是沒有問題的 更加是對於自己人生的一種磨煉 剛才你說的 人生的遺憾 其實她的一本書 有講到 因為她的護士 她是在做臨終的病人 做了相當長的時間 她是概括出來的 就是概括 人們臨終的時候 她有幾個 有幾個遺憾 剛才我說的其實只是第一種 第二種 第二種 我也有一點 就是後悔自己花太多時間在工作上 沒有時間去陪伴自己的另一半 又或者是自己的子女 尤其是子女到她長大之後 她就已經有她的天地 已經不屬於你了 所以在她最需要你的時候 你沒有跟她在一起 這是相當多人的遺憾 另一個就是 就是 自己遺憾於沒有勇氣去表達自己內心的感情 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感情 有時候就要壓抑自己的感情 並不想表達出來 這也是其中一個 一個就是 沒有跟老朋友 抱持聯繫 就是 你到 就像我今天見到之後 這樣 不知道什麼時候再見了 沒有保持聯繫 有一點點遺憾 最後一個就是 後悔自己沒有快樂 即是自己不能夠快樂 大概她說 很多人 概括起來 就不是每一件事 每一件事你當然做很多選擇 你可能選擇是最好的 也不一定 即是當時選擇最好的 但是 概括起來 她有這幾件事 我想 我想也是 因為從所有人當中 概括出來的幾件事 都是 尤其我覺得第二件事 相當普遍 尤其是男士 男士 很多人到了 那時候 兒女已經長大了 兒女已經長大了 已經 不管你了 或者兒女都埋怨 為何你沒有給她時間 但那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因為她已經 那段時間過了 有時候我們覺得 有時候我們覺得 有一次我和那個老朋友 台灣的翁教授 以前是香港東文台 她說她兒子 突然間有一次 很不高興地說 你都完全沒有理我 然後她就真的不理他 她說她自己又做教書 又出席很多會 又做系主任 永遠覺得自己的工作很重要 其實到後來 發現原來也不是那麼重要 有很多重要的事情 自己沒有做到 所以這些事情 我想是要 有時不時要自己 警惕著 做一些更好的分配 會比較好 多謝 哪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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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問 我想問到陳阿明 其實我很欣賞些文章 我覺得有批判性的文章 是特別好看的 因為不是中容 我不喜歡看自己 但是我想問一問 你現在走囉 寫的表面比較聽批判性 以及獨立思考 памяти 對你自己追尋自己的夢想,或者一些你想要做的職業,將來會不會是因為你走了這條路而有一些障礙呢? 還有你覺得你能夠付出多少而去邁向你自己真正的夢想呢? 我以前到現在的想法都是說,其實自己是想做一個作家 那為什麼我寫文會有大批判性呢?因為我以前都是看,就是從初中開始看的文都是一些文國作家寫的文章 那魯迅、胡適、梁實秋等等,他們都是大有批判性的 所以我自己寫的文章都是有批判性的 不過我覺得這樣沒有影響了我的夢想 反而我的夢想在那個位置,我現在是走到那個位置 只是現實上譬如說有一些媒體 就是通常我們,我本身的想法就是去可能有些主流媒體的工作 但是發覺其實主流媒體的想法跟自己真的很不同 那我自己現在就在想,會不會自己可能搞一些新媒體呢? 邁向自己的夢想 李怡先生,你好 我是你的讀者,又是你的聽眾 你的文章是短,但有見地 節目是短,但有趣味 我最喜歡就是聽一分鐘的閱讀 請問你一分鐘的閱讀,你要多久的時間可以準備呢? 另外一點就是,譬如你看書 十本書裡面,你可以選到幾多本有趣的書跟別人分享呢? 我自己看書也有看,但很少有趣味跟別人分享 但你介紹的書,未未到來很有興趣聽 你怎麼可以找到那麼多有趣味的書跟別人分享呢? 謝謝你 這個很難回答 因為如果你說時間,我有時花很長時間 只能做很少的事 有時花很短時間,就可以做很多事 所以其實真的很難告訴你 我用多少時間去看書和做過節目 不過到時候總是有 通常我在絆緣之前總是做到出來 另外,講到有趣的動物 這個世界就是太多太多了 看都看不完,找都找不到 我自己的書房 我自己的書房 我現在是要清洗的 如果不清洗的話,我一定睡的地方都會沒有 但是我真的太傻了 有時 愛書愛到一個程度 是變成一種 我自己也覺得傻 比如說 不知兩三年前 我在這張書展裡 看到大陸出了一套叫做 《鳳夢龍傳集》 那書有十八本,每一本這麼厚 我想真的不能買 為什麼呢? 我真的沒有地方擺 那我就在那裡看了 看了一下,鳳夢龍 大家都知道是誰 是一個明末的作家 他寫了有史以來的所有的集劇 所有的故事 編成了三言 三言是警世行言 警世通言 遇世名言 三言 後來變成一本金古奇觀 所有的故事都寫了出來 每一本都有六十回 前面還有一個小故事 原來又收集了很多文歌、文謠 他自己又作很多古怪的詩 作很多古怪的詞 又寫了很多謎語 這個人又寫了很多歷史 我覺得這個人是什麼人 那時候什麼都沒有 首先當然沒有網絡 也找不到Google神 你就是要找到 一定是用毛筆 可以寫到這麼多東西 我真的服了他 後來我首先看三言 三言都看完了 三言二拍都看完了 接下來就看那些古古怪怪的詞 那些歌謠 他收集了 又去民間收集了很多歌謠 我說這個人一定要看 一定要看 看到他有一本書 專門收集這些東西 我說這十八本 都是沒有賣 家裡放不下 總之都是 書展結束之一天又買回來 又堆在那裡 所以這個世界上 就是有些傻人 其實買回來 我有沒有看完呢 其實也沒有看完 其實只是選了一兩本來看 就是這樣 所以你問我這個問題 我是沒有辦法回答到你的 到底是 但是有一件事 我可以回答到你的 就是說 就是 閱讀 始終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媒體 如果一個人 如果 我不知道 我當然不否定很多媒體 譬如說 電視 很多電視劇 很多東西 但是我始終覺得 應該沒有法指有一件事 可以代替到書本 因為你看書的時候 你是入腦 你會一邊想 一邊想下去 而且看書 你別以為只是看它 你自己也有互動 就是每一個人看 譬如說《紅樓夢》 我想我讀《紅樓夢》 就跟陳雅明讀《紅樓夢》 可能是不同的了 你沒有看過 如果你說 看過兩頁 頭的兩頁 如果你看《紅樓夢》 看一次之後 看第二次 又完全不同了 你看到《紅樓夢》 在這種情況下 你會說 原來那件事 真的無法替代 你說 我看過很多《紅樓夢》的劇集 都不是那件事 電影也覺得 完全不是那件事 我不知道是什麼 總之 無論如何都代替不到 那個《紅樓夢》的劇集 比如說 舊的詩詞 就是 好的詩詞 是代替不到 有時候你不知道 什麼 你會以為我知道 他會說什麼 有時候不知道 說什麼 好像李相引 《錦濕無端五十言》 《一言一處詩華年》 整首讀下來 最後是此情可待成追憶 只是當時以往言 整首讀下來 梁啟超也不知道為什麼 梁啟超看完整首我讀完 我只是覺得好 但你問我怎麼逐句解 我又解不出 事實上也是 我自己覺得也是 那種美的感覺 你是解不出 但你閱讀那種愉快 心裡那種愉快的感覺 是沒有辦法去代替 也沒有人可以做出一個畫面 裝生曉暮迷糊 怎麼也做不出一個畫面 你做不出 你只能夠讀 讀你是有感覺 感覺 感覺當中 有產生想法 所以 我只能夠答對一件事 就是 這件事 可能真的 是無法放棄的 無論現在 可以說 報紙也辦不下去 那些文字媒體 愈來愈少人看 又說 但我只覺得流下來的 流下來 和對人的 有影響 可能始終還是要輸本 多謝你們 這麼多人 這麼多人說話 不用我一個人說那麼悶 李二先生 七十年代開始已經斷斷續續 又看你了 其實… 你幾歲啊? 我? 接近六十 蛤? 接近六十 不是吧? 是啊 這麼年輕 這麼年輕? 不是 我想… 剛才陳雅明也提到 你又在媒體上那麼久 大家都好像有一種 尤其在網上 有一種對主流媒體 一種很不滿意的感覺 但其實我覺得是一個 非常危險的現象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因為其實如果是… 網上的媒體很多時候 你看到的新聞都是左抄 左抄右抄 很多時候網上的媒體 就是… 就是給一種意見 就多於說真的去… 找到那件事的… 源頭是怎樣 source 是怎樣 那麼… 一個主流的媒體 很明顯它有錢才可以做 要有記者去發掘一些新聞出來 那麼如果我們已經覺得 那個主流的媒體 或者一個印刷的媒體 已經是… 去到一個… 不要說死亡 一個衰落的階段 那是不是其實這個社會 都相當之危險呢? 還有我… 有一個很強的感覺 就是在一個網上高 就… 無論你一個Facebook也好 一個媒體也好 都有一種很遺爐取暖的感覺 就是自己人說的話 就有一幫人 就很… 就很贊同的 或者… 另一個極端就是 有些人說的話 就有很多人去攻擊它 那麼… 那麼… 香港… 你看到我們現在的媒體 要不就赤化 另外一些就算不赤化的 就會比… 年輕的一代… 我都感覺到很強的 就是說 是有一個世代的看法的不同 就是攻擊 就是說他們 不夠… 激進啊 不夠… 進取啊 那麼… 那麼… 其實… 香港是不是真的… 一個挺大的遺憾呢? 就是出現到現在這樣的情況 比如在英國 BBC很明顯就是 政府是不能動它的 所有… 所有差不多英國的人民 都是支持它的 那麼它是一個很強的 去監測政府的工具來的 那麼… 如果香港那個媒體 現在這樣的情況 是不是真的令人很… 很… 很遺憾、很悲觀呢? 我…我自己呢 就… 覺得… 確是的 你說得是沒錯的 香港的… 主流媒體呢 是… 是… 是淪落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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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並不是沒有希望的 我… 我想… 現在應該是有些人在想法子 去… 切法子去… 挽救這件事 你不可以看清一些網上的… 譬如說 就算是… 網上的一些論述也好 網上的一些… 譬如說 一百毛的那些… 這樣… 稀少露罵也好 其實… 它在某種程度上… 它是用… 對… 主流媒體 是一種很大的壓力 如果你不是這樣做的時候 你會… 你會失去… 你會失去… 年青一代的… 那麼… 坦白說 我在主流媒體裡面 是看不到這種論述 另外… 譬如說… 一百毛 剛才… 這個… 這個… 林弈熙送一本書給我 她打開來 我已經嚇到一鏡 她說… 捉我什麼呢? 捉你… 青根常柱 青根常柱 我都說 為何會… 青根常柱 即是保持火氣 這些事情 是她想得到 我們真的想不到的 我們這個老根 年紀老 即是想不到的 她是隨便的… 我想… 她說… 我進去送一本書給你們出來 我… 我後來打開來看 原來她有這樣的東西在這裡 這樣… 即是說… 叫我老馬有火啦 繼續有火啦 這樣… 那麼… 我就… 覺得… 這些東西是一種… 趨勢 另外… 就… 如果… 如果你說… 雨傘運動是很多小小的… 雨傘很多個人去走出來 而成就了一個… 八比二十八的大局的話… 那… 我就… 覺得現在還是… 不要到一個悲觀的時候 雖然我對人生基本上是悲觀的 但現在應該是有個時候去做些事情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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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呢… 我就… 看了兩件事 我覺得是… 值得去思考的 一個就是… 大家都知道了… 啊… 啊… 這裡有個朋友 他在SCMP寫文 經常被人抽 經常被人改 那麼… 有一些… 有幾個人就… 扮了一份叫做… Hong Kong Free Press 他… 最初的… 是用這個… 民間集資的方法… 最初他提出來的目標是15萬港幣 就可以網上開始扮… 不知道… 半個月 還是一個月 那… 結果呢… 在他… 預定目標到期之前呢… 就… 有50多萬 好像… 那… 都是小額的… 小額的捐款 另外一個呢… 我就前… 我… CMP看到… 就… 以前… TVB的一個記者 叫做吳曉東 他就… 覺得現在的… 大家都是為了追那個… 追那個… 不要漏的新聞 以及互相抄襲那個… 那個… 那個資訊 以及大家抄襲媒體 想要的是很短的東西 很短視的東西 所以他就想扮一個通訊社 通訊社這個目標真的很大 就是… 做一些非常深入的… 去調查 去做一些… 做一些… 做一些… 故事出來 例如說… 我不知道… 他好像設立了幾個題目的… 例如說… 整個政改… 其實你真的要… 就是… 以… 618那件事來說 你真的要做調查 真的要深入調查 要很深入的 要逐個逐個問 逐個逐個了解 逐個了解 還有要逐個… 整個背景是怎樣 因為現在很多事情我們真的不明白 很多事情到現在我也不明白 因為那件事實在太奇怪了 奇怪到你完全沒有想像到 為什麼會突然發生呢? 但沒有人去追問那件事 到底為什麼會發生 可以再追查 前面後面的結果 但沒有報紙去做這件事 沒有媒體去做這件事 但吳曉冬呢… 我最近才看到這個消息 他要籌三百萬 他兩個月內要籌三百萬 由一千元到十萬元都可以捐給他 然後他在… 他說三百萬是養他一年 那些總的記者、總的採訪主任 總的調查主任 一路下來 七個人 給他七個人去做一年 一年內他免費供給這些資料 給媒體 一年之後開始收費 如果成功的話 我覺得也是一個辦法 雖然我不知道他到底有什麼背景 但我從來不是別人的背景 我從來不是別人的動機 雖然我們不知道 但未必不能支持 讓他試試 如果他真的能夠做到一件 或者兩件一年內 很轟動的出來 作為一個通訊的社 他可以提供給香港 提供給國際 他的目標 是要做到全世界第四名的通訊社 厲害了 想不到 是不是很有錢才能做到呢 你不要說 不要這麼快落結論說他做不到 我們不要這麼快落結論 好嗎 不要這麼快說他一定做不到 試一下 所以這些都是 尤其是我們這樣的老人 一定要開放 想法 要開放 開放 讓所有的東西都能夠接受 這樣才行 現在照看下來是很困難的 現在照看下來 除了你說赤快也好 你說什麼也好 總之很多事情 是不說的 或者是歪曲來說 好像六一八投票之後 有份報紙說 場外投贊成票的四十二票 他這樣也能夠說出來的話 那你還有什麼說不出呢 什麼說不出呢 如果這樣也能夠說的話 那你還有什麼說不出呢 所以我覺得這是很可悲的 沒錯 我同意 主流媒體 主流媒體也是忙於 就算是比較民主的 那些都是編一些 忙於搞短的新聞 防止別人遺漏 防止自己報紙遺漏的新聞 去爭著做那些事情 我覺得 現在最少 之後就出現了兩件事 FreePress 已經出了 接著 通訊社現在就在籌錢 到八月底 到八月底就會截止 到現在為止 好像有四、五十萬 還不夠 還不夠 我準備支持 當然我的力量很有限 但是我覺得 總之這些事情是要做的 然後我今天剛才看到 一把毛 一把毛真的排了長龍 門口真的排了很長的長龍 你問他 是否有意思呢? 是否只有淡笑呢? 我覺得又不是 完全只有淡笑 因為他在笑當中 是使你了解 最少你是關注了那件事 包括 這個毛記 毛記電視 你覺得好笑 好玩 是一種 或者說他犬儒也可以 或者說他自己發洩也可以 都沒有問題 但這些都會慢慢成為一種 成為一種力量 我覺得出版社可以想想 看看別人怎麼做的 別人做的 別人真的做得多 就 以那本書來說 書的版面設計也不太差 也不差 也挺好 我現在在幫他賣廣告 不是因為他送一本書給我 但實際上 我們會看到 有一批人 他們正在做一些事情 這些事情慢慢會起来 你不要認為 現在不是一定要有錢 才能扮成很大的媒體 不是一定要有很多廣告 那些事情撇開它 嘗試一下 新的道路 是未必是走不出來的 所以我自己雖然是對人生本身 是比較悲觀 但仍然覺得是應該積極去做 我也想回應一下新媒體 表達一下自己的看法 為什麼新媒體會大量出現呢? 最主要的原因其實是 主流媒體出現了問題 因為主流媒體吸納不了年輕人的意見 即是有一種保守的意識形態 仍然都是殘存在主流媒體裡面 令到我們表達不到意見 即是其中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就是譬如我批評民主黨的 這些文章其實出現不到在主流媒體上面 最後我們的結果就是 可能我走了去港大學院辦報 去表達自己的意見 或者走去新媒體發表文章 去表達我們的意見 即是其實新媒體 確實是有它的問題在這裡 但它也有它的優點 剛剛李兒先生也提到開放的東西 我覺得開放是新媒體最大的優點 第二個優點就是說 給一群公民參與 以前傳統媒體 我們只是讀者 我們是單方面接受的訊息 但是在新媒體底下 我們是可以參與 甚至可以做一個公民記者 可以提供新聞 這些都是新媒體的一個好處 配合一個壯大香港公民社會的出路 當中是有危險的 但也是一個出路來的 新媒體當然是跟傳統媒體相夫相姓 但譬如你說你的文章出不了 你覺得你的文章沒有市場 還是一個自我審查 而令到你的文章出不了 我所謂悲觀 我就是覺得 是不是傳統的媒體 是自我審查 令到你的文章出不了 或者老闆是將一些很勤力工作的記者 的工作是蓋住了 其實我跟媒體都接觸了二十幾三十年 就算以前文匯大公的記者 本身他們都很努力工作 如果你撇除了政治立場之外 其實你看報紙其實它是有內容的 但現在我猜大部分人 就是你不會 有一部分的人 你不會拿出文匯大公來看 因為你已經有一個觀念 就是這份是一份左報 就是媒體的死亡 或者媒體的衰落 其實是 當然網上有一個新媒體 是一件好事 但是傳統的媒體 我們看到它慢慢衰落 是不是一件很遺憾和危險的事呢 我自己覺得 媒體 香港的編輯的獨立 始終還不可以 以前也不可以 以前也是老闆說的 老闆的編輯不是成為一個獨立的編輯 通常是聽老闆說的 因此 你的記者即使很勤力 寫到稿 到來的編輯 又或者到總編 他會審查 不論你是出於怎樣的觀念 但也是反映了老闆的意志 我自己做編輯 一直下來 其實我掌握的尺度很簡單 主要寫得好看 有內容 不管是甚麼看法 甚麼觀點 因為你創的東西 可以越變越明 當然這件事 不會被 多數的傳媒接受 這是一生人經常碰到的 一個很重要的掙扎 但我自己自出道以來 一直考慮一件事 就是要寫得好看 所以你說 雅明說他的文章被封殺 我不覺得他寫得不好看 至少我不覺得 除非他那邊特別差 如果不是的話 我不會覺得是不好看 我覺得是因為 他有政治觀點的一種寬殺 這件事 到最後 就害死那份媒體 因為當你一閉塞的時候 就害死了自己 所以 世界上 媒體的功能 按照共產黨的理論 第一就是立場 第二就是觀點 第三就是方法 他要你掌握三件事 立場是很重要的 但我覺得媒體 不應該有立場 媒體不應該有自己的立場 因為媒體就是一個社會的公器 就應該反映公眾的聲音 就不應該有立場 應該逢親和公眾利益有關的事情 就要報道 我自己就覺得這樣 如果你一下子有了立場的話 這件事本身就是對自己的一種傷害 不要說對別人 不要說對社會的傷害 對自己也是一種傷害 我覺得 在以前 如果他們都不能夠發覺到這一點的話 現在是慢慢慢慢淪落 慢慢慢慢淪落 淪落不是完全是因為 電腦 因為手機 這個原因 淪落其中一個原因是 如果你沒有一個廣闊的 聽取多方面的意見的聲音的話 其實你自己是沒有法子 應付網上的意見的挑戰 多元化的網上的意見 是你自己應付不了 所以我覺得會改的 如果他們要走 不改就結束 不改就結束 新報 我不敢說成報 成報清盤 新報 接著下來 你看會的 因為你不做的時候 你沒有了讀者 好了 廣告商肯支持你 不是無限度的 他基於政治的原因 他支持你 但這件事不是市場 他不可能是市場 所以 你 就廣告支持 而沒有讀者 也是沒有意思的 他也不是一個媒體 你可以說 報紙是 很多廣告 但報紙是沒有人看的 那不是媒體 這件事已經 不能算是一個好的媒體 所以 我自己覺得 如果是因為他們 現在淪落其中一個原因 是他們還未能夠明白 這個 網上媒體對他們的挑戰 還未明白 還未明白裡面的深刻意義 擺明 別人寫的文章 就比你更好 擺得很明白 這件事 你那種意見 別人看 別人的意見 是沒有的 擺得很明白 那你還不去覺醒 那就是因為你有錢 因為你的財洪世大 因為你有自己的地位 是因為這樣 但那件事不是永恆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 也會變的 也會有機會變的 當然 我現在看到的變 還是比較少 但我覺得也有機會變 時間可能不剩下很多 我想 在兩位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最年長 和最年輕的香港本土派 對 我想問問 兩位對於 雖然香港的本土主義 都燒得很輕的 但是 本土的政團好像 無法發揮出來 那你們如何去預測 香港未來這幾年的政局 本土主義、本土政團 如何去發揮他們的功用 這個已經講到政治了 本來就不是我們這個題目範圍裡面 從文化向那方面 我知道 沒有問題 我一樣可以回答你 這個是有一個歷史的根源 以及有一個政治現實的根源 這個歷史的根源 就是香港人從來沒有一個 自己對自己身份的認同 這個使用本土的意識 始終還未能夠真正正正確立 政治現實 就是因為我們 自從 可以說回歸以來 所有爭取民主的人 就他的主流來說 他仍然有一種 仍未能夠擺脫 要求因此 那種觀念 他們仍然希望 中國民主了 香港 就會有民主 這件事全世界未發生過的 歷史上未有過的 未有過一個地方 他的民主是 向上一級給他的 我未見過最少 歷史上好像也沒有記載過 有些這樣的事 所以 近年 因為 受到本土的利益 受到很多衝擊下 這個本土的意識 就起來了 但是這個還是比較薄弱 掌握媒體的人 從政的人 基本上是 很少的 掌握媒體更加少 從政的人 是很少很少 真正正的 覺得 香港本土的利益 才是重要的 但是世界上的事情 你也不可以說它 是不現實的 不可以說不現實的 即現實的就是正確的 不是 現實的不一定是對的 如果你只考慮政治現實的話 那你就應該放棄了 一於是做奴隸 就算了 如果你說我不願意做奴隸的話 那就要有 命運自主 有各種不同的聲音 有各種不同的聲音 我自己覺得 另一方面 另一方面 另一種做法 是沒有前途的 你看白了 它一定沒有前途 因為這件事是不可能的 這件事是 不可能的時候 你只能掌握自己的命運 只能辭住 這件事 是沒有其他出路 很奇怪的時候 就是 很多現在的年輕人 打著什麼 什麼龍獅旗 港英士多奇 那時候他還沒出生 有些還沒出生 有些還出生幾歲大 回季的時候 好像他那樣幾歲大 那你有什麼理由相信 那時候會比現在好 你憑什麼相信 但是現在你可以看到 在年輕人當中 對本土的認同 越來越大 越來越廣闊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沒有前途 沒有前景 我們這麼老是沒有前景 他們是很久的 2047他還是 50歲 他有很多日子 2047 2047我可能不在 我一定不在 不要說 我們不需要想的事情 但他要想的 所以這就是 講明了動力 和抗爭的力量 始終在 而且這件事是一直在上升 升起上來 如果我們覺得 如果我們無論怎樣都說 如果我們覺得沒有希望 我不代表年輕人覺得沒有希望 因為他沒有希望 他也要有希望 沒有希望 他也要爭 因為這是很重要的 他們的前途 是關乎他們的前景 是他們現實的生活 另外 比如說我們這些 不常年紀 可能是有樓 最少生活和無憂 但他們不是 事業剛剛開始了 但你問他們將來做什麼 他如果真的要抗爭 要真正正要參政 或者真正正要在這裡 表現一些他付的代價 比我們更大 因為他會犧牲 他又可能會犧牲 自己在這裡的 將來發展的前途 所以他付的代價更大 我們來說 代價不是這麼大 差不多了 所以我不覺得自己有什麼 特別有什麼勇氣 我覺得年輕人應該更 年輕人有勇氣得多 因為他們是代表他們的前景 所以從這裡來看 大多數的 很多統計 無論你說 無論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也好 香港人也好 又或者是 很多種統計來說 絕大部分 或者是政改裡面 保決的人也好 絕大部分 越是年輕的人 越是 本土意識越是強 這個很清楚 因為你沒有了自主的時候 就沒有了將來 這個很清楚 如果你說 本土是沒有將來 他們現在已經沒有將來 非本土也更沒有將來 所以我只覺得 我們不要太從政治現實來看 還要從整個民心 整個社會的趨向來看 你先講大部分 其實 就是我 我就會想起一句 就是卡妙說的話 法國哲學家卡妙說的話 就是說 我們能獲得我們應有的權利 是要透過反抗才可以得到 我們在反抗的時候才可以由奴隸變成自己 我覺得香港人最大的問題 其實就是一種奴隸的文化 始終有一種奴隸的結構 在一個社會裡面 大家都不肯去反抗 不肯去犧牲自己的一些利益 始終是 滿足於現狀 不肯去付出 就由於今次 我覺得元水這件事 其實我也很驚訝 因為 驚訝在於什麼呢? 就是說 香港人原來面對這麼嚴重的民生問題 可能自己喝了很久的元水 但其實都沒有反抗 都沒有很劇烈的抗爭 在外國的話 其實很可能已經暴動了 就是為什麼香港會這樣呢? 我覺得 始終都是殘存了一種奴隸的文化 而這種奴隸文化是怎麼可以擺脫到呢? 其實年輕人是最沒有這個家嫂 所以 胡適他都說 就是年輕人抗爭 其實是最不經濟的一件事 年輕人應該是要讀書的時候 為什麼要抗爭呢? 但是他說別無他法 因為 上一代已經有幾得利益 有幾得利益的時候 就阻礙了他們的抗爭 他們有太多包袱不會抗爭 最後這個負擔 最不經濟的事 就落在年輕人身上 原水有句說話 政府有醫生說 拉雲一輩子來喝就沒事的 李二先生二十多年前 對中國統一有提過幫聯這個方法 是很不政治正確的 不過我覺得很有見地 我想問一問 剛才已經提及過了 自從雨傘運動之後 除了有部分人做一些地區的工作 不過就很少了 民主的陣營變得越來越分化 而是沒有壯大到越弱 互相攻擊 那情況之下 剛才李二先生你提到過 在出版界可以做些什麼 或者在本土主義做些什麼 除了這些之外 你還有什麼其他的評論 或者展望 我覺得也是 集藝成求 用一個小的力量去集合一個大的力量 這個應該是一個趨勢 今年我看到一批團體 叫青年新政他們參選 在十幾個區議會都插了期 準備參選 另外前幾天見到錢志健也準備參選 其實很多人覺得你參選 本身也是 入建制也是不對的 都說了 其實我覺得任何的手段 都應該要用 任何手段 總之 在各種情況下 最重要是自主 最重要是自主 所以我 在那本書裡 我特別用了陳仁確的悲 做過封面 就是 獨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這是他1929年 在王國維的帽子上 提到的悲聞 其中一件事 就是說 一定要擺脫 這個 俗體 所以俗體 是跟真體相對的 真體是不變的 道理是不變的 俗體是隨著這個 時代而變的 他說不要擺脫俗體的疾垢 然後才能夠得到真知 所以如果人的思想不自由 如果是精神是不獨立 他就說得很清楚 1929年說 現在都將近90年了 不自由無靈死 他就說了 思想不自由無靈死 所以這件事一定會在我們社會裡 慢慢慢慢發揚出來的 當然需要有更多的人去接班 更多的下一代去繼承 這些思想 好像… 時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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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到了